CDC主任瓦伦斯基今天引述以色列研究资料指出 施打COVID-19疫苗追加剂者燃疫死亡几率比完整接种者减少90% CNN报道 瓦伦斯基在白宫简报会上分享追加剂效率的研究资料 这是以色列在COVID-19变异株Delta盛行时所做的研究 瓦伦斯基引述的资料显示 接种COVID-19疫苗追加剂者燃疫几率比接种两剂者减少10倍 在60岁以上族群中重症发生率减18倍 在40岁至59岁族群中重症发生率降22倍 此外燃疫死亡几率也比完整接种者减少90% 瓦伦斯基说以色列做出这些研究时 当时境内Delta变异株正在流行 在防范奥曼康罗变异株上 我们预期也能在接种追加剂身上 见到类似的防护力增加趋势 以色列去年8月向40岁以上的民众提供追加剂 希望能够遏制Delta变异株所引起的病例激增趋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